冷啊 冬天来了 好冷啊 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幻想自己在海边 光着脚丫 捡着贝壳 吹着海风 晒着太阳 哦 好爽啊 可惜我们这边离海比较远 而且即使到了海边 我也没有发现像电视上那种 微风徐徐 阳光暖暖 满地贝壳的黄金海岸 都是一堆黑沙子 或者黄沙子的海滩 都没有看到过那种 有很多贝壳的海滩 特别羡慕那种样子 特别想感受一下捡贝壳的那种感觉 但是一直没有实现 今天少奇在网上发现了 竟然有卖贝壳盲盒的 说的随机给你挑贝壳 有可能发给你很贵的贝壳哦 赶紧买过来盘它 拆开看看这个盲盒里面有什么宝贝 满满的好大一袋啊 这么一大袋贝壳 什么都有 哇 一个锥形的贝壳 下面是个扁的 一个小海螺 绿色的小蜗牛 这个很好看啊 哇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 很厚啊 上面很光滑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这里面的肉应该很好吃啊 牛 一个白色和灰色渐变的小螺 一个白色加黑色的蜗牛 这个就像扇贝的壳子一样 但是它这个颜色很鲜艳啊 小贝壳 小贝壳 这个生前应该也很好吃 一个这样的贝壳 我买的这个贝壳盲盒 估计它就是刚从海边直接捡过来 里面还有这种沙子 还有一些灰的 它没有清洗一下 不过样子还是很好看的 哇 这个这个 上面很多棱角的这个贝壳 这个就像淡水里面的蜗牛了 颜色更鲜艳一点 它这个壳子 鲜一些的蜗牛 更尖一点的蜗牛 纯黄色的小贝壳 这个也好看 样子有点像珊瑚一样 它旁边是黑色的 里面是白色的 这个估计有毒吧 吃了 白色的小贝壳 红色加褐色的一个小蜗牛 颜色浅一点的可能没毒 颜色深一点的 估计都有毒吧 还有一个这样的 还有一个好多次的 这个纹理很好看 可以摆相间 而且分布的很均匀 还有一个这样的 还有一个最大的大家伙 这样的 像石头一样 纯白色的 好白呀 好洁白呀 一个蜗牛 把耳朵靠近 这个还有点嗡嗡的响声 一个小贝壳 两个蜗牛 全部拆完了 所有的贝壳都在这里 这一个贝壳盲盒 是我花了50块钱买的 抽到了这一桌子贝壳 大家感觉值不值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想看下期少期播什么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